明镜兰 李宗盛 各位现场的爱东美嘉人 大家早上好 好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做吴怡婷 口天吴 依人的义 婷婷律的婷 那我每次都会说 如果大家觉得 怡婷 人如情敌的话 各位给我唸的掌声 有没有尖叫声 OK OK 好 谢谢 哦 谢谢 我是艾多美的钻石大师 来自于台北三前中心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由我负责产品介绍的部分 那我想问大家 知道说目前已落地的时候 艾多美分公司 哪一支商品是销售第一名 对 就是蜂蜜饮 那中文叫蜂蜜饮 那英文的话叫海毛蜜 那其实蜂蜜饮这支产品的话呢 是艾多美公司 它的开国 创立公司的一个元老商品 在艾多美公司2009年成立的时候 就有这支商品 跟我们的这个肌肤保养品了 所以当时为什么只有这两支产品呢 因为董事长浦安吉先生 他要把艾多美的品牌知名度打出来 所以他去找市面上最厉害的商品 所以他就找了找了找了 就找到说 原来韩国市面上 这个医药保健同物里面 有一支商品 就叫做黑毛蜜 然后当时呢 一盒一盒的容量是60包 那那个时候在韩国的流通贩售的售价是 大约换算新台币是2万多块 是这样的一个售价喔 那其实这支商品的这个研发背景非常的厉害 然后再补充说明 那可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单价的一个售价 所以导致说在韩国每个月的销量只有500盒 那以这个工厂在制造的过程中 一次制造就是3000盒 那500盒要卖几个月 对卖六个月 所以是工厂一年只开两次 有点兵临要 对对 就是后来因为爱多美公司的董事长 他非常的厉害 他透过成本管控的一个方式 同时他秉持着真爱灵魂的精神 他希望说这么好的保健食品 希望我们可能生病没有生病 有钱没有钱 都可以买得起这么好的这个保健食品 所以他目标就要把爱多美的黑猫品 也就是蜂蜜打造成为我们的国民饮品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从原本一盒60包2万多块 到现在一盒60包差不多3000块 所以是不是买到赚到 对 所以当你跟你的朋友讲说 原本一盒是2万多块 现在一盒才3000块 他就觉得好便宜哦 可是要是你没有跟他讲他的背景 他就说一盒3000多块 他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价格有点不是 那么容易的接受 所以他其实有他这个背景的 那另外再讲一下他的研发背景 他是在韩国的中研院 就是韩国的子力研究院 花了八年的国家级的计划研究制造出来的 那其实原本在设计这个研发的过程中 初衷是要给这个韩国的科学家 韩国的放射线的科学家精英来做一个补充 来做一个饮用 因为韩国科学家也是国家重要的一个资产 所以他们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那研发出来之后当然精英也有补充 可是后来不断的发现说 哦原来这支产品有非常多的功能哦 首先他集结了当归川穹跟白勺 是我们熟知的中草药的一个植物的一个配方 可是透过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 他的放射线的一个技术 他的独家萃取技术跟核荣荷的技术 打造出全新的一个物质 所以他其实已经堪称是太空食物的一个等级了 那至于他到底有多有效 这不能说嘛 是秘密 不能言传 对 但是真的很有效 那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因为大家一定好奇说 那到底黑蒙蜜哪些人可以吃嘛 我想问大家 年纪超过20岁的举个手 有没有每天晚上超过10点才睡觉的 举个手 我自己也举手 好 那有没有是身兼多职 就是你可能正职是爱多美 兼职营养师 好像在讲我 有没有身兼多职的 有吗 那另外的话 有没有超过65岁以上的 我们的长者 有吗 那我想要讲的是 是不是全部都举过手了 对不对 好 刚刚又举过手了 都非常适合补充爱多美的黑蒙蜜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大众饮品 那说实在的 就是没有生病的人 身体健康的人 你是当成一个保养的一个概念 它可以帮你身体做预防疾病 预防疾病 你比较不容易生病 然后比较不会得到等等等等 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 然后也比较不会受到一些病毒的感染 细菌的入侵等等之类 是做预防疾病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就是 很像是 因为我们黑蒙蜜一包的零售价 单价是不是差不多50块左右 那是不是现场在座的各位 应该都有买保险 或者是有做每年的健康检查 对不对 对那些买保险买健康检查 做健康检查 是不是就是也是一种预防身体的 这个健康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啊 不管你是买保险 还是做身体健康检查 你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有任何的改变吗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其实以我的看法来讲的话 买保险身体健康检查 当然还是要买还是要做 可是对于身体健康 没有任何的改变 其实蛮消极的 在对你的身体健康的 那今天我们只是每天多 有人开玩笑说 多喝一杯咖啡 或多抽一包烟 这样不震惊 就是多怎么样而已哦 的钱 你把它换来爱多美 你可以投资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 那当然在爱多美 为什么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好不容易做起来嘛 活得越久 就会领得越久 你总不会希望说 你都做起来 那到处已经是 人在墙上 钱在银行吧 不会吧 所以这里身体保养非常的重要 那黑梦的这支产品的话 原则上啊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 没有喝过的人 你可以先用温水 稀释 吞服 那在注意的时候 你在喝保健食品的时候 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可能会加快 或一些你的身体代谢物啊 二氧化碳啊等等这要排出嘛 或者一些废物毒素等等这 所以你要搭配大量的开水 才可以帮助你的这个代谢物排出 所以水分的补充也非常的重要 然后最好的是维持一个 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话呢 那这样子跟这个 良好的保健食品加在一起 才会相辅相成 好 那至于黑梦翼这支产品 如果说你们不太了解的话呢 你也可以上我们官网多多研究 或者网络上也有非常多详细的一个见证啊 分享 使用心得 等等之类的 好 那第二个我想要介绍的就是爱多美的明星商品 就是我们去年上架的一套有13万pb的 是什么商品呢 对 宁翠换夫六部曲 对 那其实它有一个前身叫做我们的基督网六件组 那我先讲一下它的前身六件组好 六件组一套2560 那其实这套六件组啊 当时一样的是爱多美的开国商品 就跟黑梦翼两支 那这套六件组的话呢 一样呢 在爱多美在贩售之前 曾经在韩国的市面上就流通过了 当时还不是六品 只有五品而已 然后售价是一万多台币 那现在只有2560元耶 超便宜的 等于是打到骨折的打折了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商品啊 当时在韩国在推广过程中 没有那么的顺利 因为品牌知名度没有 所以曾经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哦 就是我们有会员买了爱多美的六件组 两千多块这个 然后送给他的友人 那他友人都是用那个百货公司 名牌专柜的保养品 一套都好几万的哦 所以他脸上是擦好几万的保养品 那他的朋友送他这个2560元 他觉得那么便宜 而且没有听过 不敢用 要是擦在脸上会不会烂掉 会不会毁容 很有这样子一个担心 所以他什么 可是他丢掉又 把它丢掉又觉得很可惜 因为是人家送的嘛 所以他就脸上啊 擦专柜的保养品 然后呢 2560的爱多美的六件组 擦屁股跟大腿 有这样子真实的一个案例哦 结果时间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 两个月过去之后 脸上擦专柜保养品的脸啊 没有任何的改变 都没有变 也没有变好 也没有变着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擦在屁股跟大腿的这个肌肤啊 怎么样 怎么样 变白又嫩 你没有看过哦 没有 那的确真的是变白又变嫩 因为那个人有真实的分享过 所以后来他怎么样呢 他就把它颠倒过来 就把2560的擦在脸上 然后百货公司赚过了 好几万的保养品 就擦在屁股跟大腿 这是真实的一个案例哦 那除了这个真实的案例之外 其实我们的这一套六件组 我们的精华液 因为一套保养品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精华液嘛 所以在之前 曾经参加韩国的讲音食赏 那讲音食赏的话 其实在评选韩国国内 所有的保养品 看谁最厉害 谁的有效成分最高 所以各大品牌都推出他们的精华液 那结果呢 爱多美的精华液 一瓶五百块 得到了第一名 它的有效成分是别人的五百倍之高 然后效果的话呢 是别人的一百倍 这个都上韩国的电视新闻的 你们Google都找得到证据 所以代表说 价格不一定代表绝对 还是要看说它的这个配方等等之类的 那以第二名的那个精华液 它的售价 我刚上了查 一瓶将近五千块 所以我都跟我的朋友讲说 我们的精华液 一瓶也是五千块 可以买十 我们的精华液也是五千块 可以买十瓶 就这样 因为那种 讲五百块会吓到嘛 所以它吓到那么便宜怎么敢用 所以我们的精华液是五千块 可是有十瓶 对就类似这样 开玩笑的 因为分享爱多美 就是要有点半开玩笑 它比较不会压力太大嘛 好 所以讲完这个基本款之后 以目前来讲的话 爱多美的六建筑 它大概你每天早晚认真的使用的话 平均来讲一个月 也就是四个礼拜 你的肌肤色啊 状态啊 你的容貌啊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 大幅度的一个改善 那因为现代的人啊 讲求快速 四周好像有点 觉得有点慢 所以后来我们爱多美公司 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重新研发设计 然后整个技术全新升级 出现的这一套 就是我们的凝翠换肤六部曲 那一套的售价呢 会员价两千 六千八百元 那有的人觉得说 啊用贯链两千多块 要用到六千八 怎么好像有点 回不去了 因为已经便宜习惯了 可是其实哦 爱多美这个六部曲 以这样的一个品质跟价位 如果说是要在市面上流通的话呢 至少十万块台币 十万块台币哦 但是今天我们只有六千八 那目标呢 让你一个月 对不起 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的肤色 你的肌力 你的整个容颜 会有有效的一个改变 所以曾经呢 我们就有非常多 因为第一手消息 都先从韩国来嘛 我们有非常多的 当时还没有上架之前 就有非常多的韩国大师 他们有先去试用了 那试用完 七天 也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有一天他在开车 有个韩国大师 他在开车 然后在看后照镜的时候 就发现说 哦在后照镜 看到十年前的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 所以这一套是 号称宣称 也是真的 可以逆临的一个保养品 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剧作 所以今天 不管你是在爱多美 当一个消费者 或者是你在爱多美 当一个经营者的话呢 这套产品都是 我们必须要去 亲身好好的使用 好好的体验的保养品 好 那另外的话呢 我想要讲一下 在保养品之前的话呢 其实清洁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清洁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公司有一套叫做 清洁护肤事件组 那清洁护肤事件组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清洁产品 就只有这一套 清洁护肤事件组 它基本上是不太挑肤质的 那第一个是卸妆乳 人参卸妆乳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是氨基酸的洗面乳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柳树皮的酵素的去角质 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紫十一粉的这个 玻璃式面膜 反正名字很长 但是其实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个清洁事件组啊 它不只清洁 还兼具有初步的保养肌肤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每天早晚在家里都可以帮你的脸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清洁的一个动作 好 那至于正确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的重要 会影响到说你的肌肤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清洁 那我觉得爱豆米公司非常的贴心 它在官网上面针对清洁事件组的这个使用方法 有这个模特在示范 所以如果说有时候言传不是那么的到位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手指把那部影片传给对方 跟他讲到 哦就是这样做使用 就是这样做使用 例如我们氨基酸 例如我们的卸妆乳 使用之前脸干手干 然后直接挤50块硬币的大小 涂在你的脸上 然后从白色的按摩道变透明 透明的还要再继续按摩 按摩道已经有点融化 有水有水的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你才是真的 那个你的可能毛孔的脏污 或者是你的油垢粉刺 等等才会有溶解出来的一个效果 所以白变透明还不够 你要继续的按摩道变成很滑的感觉 那才是真正的卸妆完成 那卸妆完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很重要 轻轻的用爱豆美的卫生纸 环保无添加 没有加荧光剂 没有加这个漂白剂的卫生纸 轻轻的擦拭就好了 不能这样子拉扯 不然会有细纹跑出来 所以轻轻的按压 把它压 把它压掉就好 那不会干净嘛 因为还会有残留的卸妆乳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就是 使用我们的氨基酸洗面乳 那氨基酸洗面乳的话 为什么叫氨基酸 因为它有保湿的效果 我们爱豆美的洗面乳 它是整条膏状的 百分之百膏状 没有掺任何的水分在里面 它是真材私料的 所以我们每次在用量就只需要 一个指节 或者一颗红豆 一个绿豆都OK 放在你的手掌心 加一点点水 然后这样子轻轻的打出泡泡 那要是你跟我一样 手很残的话 没有关系 你就准备那种 就是洗脸的起泡网 也方便起泡的一个工具 把它沾湿 加上洗面乳 这样搓揉 就会搓揉出这样子 整个都不会掉下来的泡泡 那这个时候是用泡泡来洗脸 把它敷上去就好 那因为氨基酸有保湿的效果 那同时我们这支洗面乳 也有抗痘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针对长痘痘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干燥的地方 甚至有的人前胸后背会长痘痘了 没有 你都可以洗到这边去 因为它有抗痘的效果 那敷上去之后 我建议大家停留30秒钟 30秒的时候 你就默念1到30秒 30秒经过之后 你就用手 你快速这样 轻轻地把它带过之后 再把它冲掉就好了 那冲完之后 这个时候你用你的手 摸你的肌肤 啊 好保湿哦 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第三个的话 聚角质的话呢 则是 其实不太需要每天使用 除非你像我一样 很爱漂亮 你也可以每天使用 对 但是如果说你们想要 皮肤有这个光透感 不只白哦 而且还有那个透亮感的话呢 你的素颜就可以散发出 这样透亮感的话 其实定期的聚角质 非常的重要 那我建议干燥的肌肤 干性的肌肤的话 一个礼拜建议去脚质 一到两次 因为干燥肌肤 其实脚质也蛮厚的 才会干嘛 好 那至于油性的肌肤的话呢 一个礼拜可以去脚质 三到四次 甚至如果说满脸痘痘的话呢 你也可以加强做一个去脚质 只是你记得 你在去脚质的过程中 一定要让它顺利地 软化你的脚质 要避开水分 那同时你在搓揉的过程中 一定要记得三个字 轻轻的 轻轻的 不要把你的脸给戳伤了 好 那第四个就是 我们的玻璃式面膜 只是在使用玻璃式面膜之前 要先把我们的保养品 全部上到我们的脸上之后 然后再涂上这个玻璃式面膜 玻璃式面膜 比较特别的是 它主要是做导入 导入效果 因为我们的卸妆跟洗脸去脚质 是不是已经把脸起得非常干净了 整个毛孔的脏污都清除了 那这个时候又擦了一堆的保养品 非常的营养 都已经擦上去了 然后这时候再敷上玻璃式面膜 它就可以把我们的保养品 推入到你的皮肤的深层 同时再把你的毛孔索小起来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一定要涂这个玻璃式面膜 那从上去玻璃式面膜 大约要等30分钟到40分钟 根据你涂的厚薄度 跟你的湿度有关系 那切记不要涂太薄 要涂有一点点厚度 最好是不透敷 甚至如果说你非常讲究的话 连你的脖子 左骨这一些 这些部位 你都可以一并做 这个敷面膜的一个动作 那敷完之后的话呢 等到它真的完全干 你可以用手摸 不会粘你的手 完全干 透过你再游一下 往上把它撕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清洁护敷的事件组 好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两套保养品之外啊 我们其实还有非常多套的保养品 大家会有点疑惑说 这么多套要怎么挑 那其实根据肤质跟你的适用对象 其实是有一些选择的 如果说你是健康的肌肤的话呢 其实就是使用2560的六件组 或者是6800的宁翠幻肤六部曲 健康肌肤的话 那如果说你本身是过季节转换的时候 容易过敏红肿发扬啊 或者你刚做完医学美容啊 或者你晒伤啊 然后本身皮肤就是比较敏感的人的话呢 就可以推荐他使用我们的 舒缓三件组 它是济周导的橘子精油 可以有效的镇静你的脸部的一个肌肤 达到退红消肿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的第一瓶的化妆水非常的重要 那量的话呢不要省 24下 24笑 这样比较好近 你像这样一直拍拍拍上去 你的这个肌肤的话呢 会从这个原本有过敏的一个现象的话 马上这样拍拍拍拍 当然你不用很大力 就是只是把它涂上去就好 让它吸收你就在家 虽然每次以五下为单位 这样补上去补上去 好 那这套舒缓三件组的话呢 第二瓶精华液需要跟化妆水做一个稀释 来做调理 然后再整脸做一个擦 然后第三个就乳液 来就帮你做一个保湿的一个作用 好 所以这是针对过敏肌肤 红肿肌肤来做使用的 好 那如果说你是满脸都是调节痘痘肌的话 偶尔贸易两颗痘痘那就是清洁四件组认真用 跟用六件组六部曲就够了 可是如果说你是满脸满脸都是痘痘的话 那就要用到我们的控油调理三件组哦 那控油调理三件组的话真的就可以有效的去抑制 应该是说平衡你肌肤的这个出油的一个状态 让你达到肌肤的油水平衡不会有出油的一个现象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会员 刚好是油性肌肤的人用完这套保密之后 都明显的感觉到说出油的情况改善了 然后同时痘痘的这个情况也渐渐的得到了这个改善 好 所以这个是控油调理三件组 那另外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南式三件组 对 那南式三件组的话其实我喜欢 我自己也有在用 因为它其实大家不要被它的名称给局限住了 它其实夏天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清爽 而且有淡淡的香味 擦起来是觉得还蛮疗愈的 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以擦一下南式三件组 擦完之后是你会觉得说 蛮清爽 有点是白天你可能很热啊 然后你擦南式三件组你就觉得很清爽 而且你后续你要再上防晒霜或者是彩妆 也都会非常的贴妆 所以夏天的时候或者是男性朋友 他就说没有就是吴怡婷介绍那个保养品用来 后来他就跟他妈妈这样简单的分享 他妈妈说那他也要买南式三件组 所以你看光是一个南式三件组 也有这样子一个见证发生在我们的周遭 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什么呢 保湿三件组对不对 好那保湿三件组其实适合年纪20岁以下的 梅子跟梅子在用的 就是年纪的你们应该知道嘛 其实现在啊 手机 然后跟熬夜啊 吃香喝辣的啊 吃鸡排等等之类的 很多弟弟跟妹妹大概21岁22岁 肌肤就已经有初老的现象了 所以用保湿三件组老实说 有一点点hold不住 有一点点无法改善你这个初老的现象 所以我是觉得保湿三件组就推荐给20岁以下 17 8岁15 6岁的 他们着重保湿就好 因为他皮肤还很年轻 他很漂亮 着重保湿就好了 那除非呢像是我本身 除了想要快一点逆领 所以我用了六部曲之外 我也追求要透亮嘛 对不对 很认真用去角质之外 像我平常没事的话呢 也可以后敷我们的这个保湿三件组 尤其是他第三瓶 保湿凝胶 睡觉前后敷的话呢 像是晚安动模的一个概念哦 整个隔天早上洗来的时候 你把它洗掉 因为它不会完全的吸收 我敷得非常厚 就这样挖上来 这样敷完的 好 那刚刚洗来的时候 你就把它洗掉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脸 好像有打SPA-LINE 在浴室哦 但是好像在走星光大道一样 你的那个聚光灯 有苹果光的一个概念哦 你的脸因为吃足了那些水分 所以会有光泽 回复到十七八岁的少女般的机灵啦 但实际年龄已经很大了 好 所以以上的话呢 大概保养品就是这几套 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做一个挑选 跟一个选择 那原则上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保养品 也可以重点是加强 如果说它着重保湿 有几颗痘痘 也可以点一下 我们的控油精华 都可以这样子做很弹性的搭配 没有太大的一个限制啊 你用的开心 用的快乐就好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保养品讲完了哦 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们爱多美的益生菌 因为爱多美的益生菌在台湾 也是销售盘榜前几名的商品嘛 那我相信 应该你们都有看过 有一部影片 某个人讲的 叫做益生菌让你不生病 有看过吗 好像没看过是不是 还是你们都很新是不是 好 那一部影片呢 是我讲的 那只是呢 我觉得那部影片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有讲到说 益生菌它的十大功能 有针对怎么样的一个 的一个 的症状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补充 那爱多美益生菌 我觉得比较特别是 它的跟市面上的益生菌的 比较之下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 它的剂型是做粉状的 粉状的哦 那其实粉状的是 原本益生菌天然的一个剂型 那市面上我们会发现 有些益生菌是不是打成定状 对不对 做成定状对不对 其实益生菌呢 在打定的过程中啊 因为打定就有压力 那压力会产生热 热就会把益生菌 给破坏掉 所以你发现 我发现啦 坊间只要是做定状的益生菌啊 通常它的 它的这个标准建议量啊 都要吃很多颗 因为它菌都死光了 都很少 所以它吃很多颗啊 所以变成 它就会建议你哦 早上九颗 晚上 中上 中午九颗 晚上九颗 一天要吃九三 二十七颗 因为它菌很少 它都压死了嘛 可是爱东北的益生菌 它是活菌 它没有破坏 它原本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的标准建议量 一天保养 就是一天一包 那除非你今天就是 贪食嘛 或者太晚吃宵夜 有点邪恶 有点肥胖 你想要加减那个一下 肠胃整理一下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多吃几包 你可以很弹性的 做一个调整 好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 我们的菌种 有十二种 在爱多美这个品牌里面 就有十二种益生菌 同时它的活菌素 为什么我要讲活菌素 很多品牌都说 它有菌素 它有菌素 但我们讲的是活菌素 为什么呢 我们曾经就把爱多美的益生菌 跟它牌的益生菌 怎么确定说是活菌 拿去检验嘛 没有那么美国时间嘛 就只是在家里做邮格 但是我们很公正公开 买同样的鲜奶 然后一样的 要全脂的鲜奶 好 最好是大品牌的 然后呢 这个鲜奶就是加两包益生菌 一公升的鲜奶 加两 全脂鲜奶加两包益生菌 那另外一个 一样是一公升的全脂鲜奶 加它牌的两条的益生菌 那这样放着 你可以放在电锅 插上去之后 保温的一个状态 就好 千万不要按下去 按下去就煮沸了 你的就会变豆花了 保温就好 好 另外的以此类推 或者是你比较专业的话 你可以准备那个 优格机也OK 那夏天的话 大概发酵14个小时 那冬天的话 比较久 需要16个小时 那我们的 爱多美的益生菌 就可以顺利的做成优格 而且非常的好吃 小朋友都好喜欢 好 那另外一个品牌的益生菌 一样就放两包益生菌下去 然后过了14个小时 16个小时 18个小时 就让我很想要唱一首歌 我等到花儿都卸了 好不好笑 好了 要不要来一点 谢谢 所以我就发生说 其实很多外面品牌 它虽然宣称它的菌树 有多少亿 可是那就只是菌树 不代表是活的 可能是死的 有没有 但是爱多美是活菌树 而且它活菌树是从 出场的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个moment 那个 那个状态的时候 就有200亿 的活菌 那一直到 它保存期限 过完的最后一天 假如说它明天过期 它今天是最后一天 它的有效的活菌树 也保证有 30亿以上 所以我就觉得说 爱多美的益生菌 这个标示也太谦虚了吧 每次我都要解释 有200亿 然后后来变30亿 那今天大家知道说 它其实原本出场 所以有200亿哦 好 那 接下来第四个特点 就是它除了菌树膏 然后菌种多 然后又是粉状 第四个特点就是 它加了益生菌的好朋友 也就是果寡糖 那果寡糖的话呢 其实不会影响到 我们任何的血糖 我们人体的血糖 因为根本不是给人吃的 人体的肠胃 都不会吸收 是给益生菌吃的 好 那益生菌啊 原本它是干粉状的 那我们把它撕开 倒到嘴巴里面的话 你会觉得说 哦 甜甜的 好像恋爱的滋味 哦好 我继续讲 然后咧 把它吞下去之后 那益生菌原本是 休眠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干燥 保存技术嘛 那它休眠的状态 当然 苏醒过来 因为碰到水 碰到胃酸 还有体温 它苏醒过来之后啊 就跟人醒来一样 一醒来之后 第一间是 嗯 八豆腿哦 然后就发生 哇 旁边有好多果果糖哦 所以它是不是就可以吃果果糖 那吃果果糖 因为它最喜欢的食物嘛 你不可能要吃 它喜欢食物 它会不开心哦 所以它 你配方了 它最喜欢吃的食物 它是不是吃了很多果果糖 吃完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做一个分裂 倍增的一个概念 从一支菌 变两支菌 两支菌变四支菌 四支菌变八支菌 八支菌变十六支菌 所以艾多美的益生菌 因为有添加果果糖 所以它会跟我们的奖金制度一样 以二的指数倍增 要不要给它一个掌声鼓励 所以艾多美益生菌 我是觉得说 你去跟市面上所有的品牌 益生菌 比较真的是打趴 他们都趴了 我们还真的好好的 是一个CP值非常高的一个益生菌 好 那除了益生菌之外的话 我们保健食品也非常的多 像之前刚上市的这个螺旋枣 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 因为螺旋枣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成分 一个配方 一个可以叫藻类的一个植物了 那这个螺旋枣里面的话 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同时有非常多元的营养成分 有维生素 有矿物质 甚至有非常多的植化素啊等等之类 稀有的这个元素 它做在里面 所以它其实呢 是一个素食者 或者是偏食者的一个最好的 一个综合维他命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的营养非常的均衡 所以像是我们三餐老师在外 没有办法很均衡 怕偏食等等之类的话呢 你就可以适度的补充我们的螺旋枣 还可以帮你做一个营养均衡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艾多美的螺旋枣 因为它有它特别的很厉害的专利 海水冷却的这个萃取的一个技术 所以可以有效的保留螺旋枣的成分 光是我们的螺旋枣 它里面的叶绿素 蓝绿素跟SOD 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抗氧化酵素 它的含量就非常的高 那如果说你觉得哪边身体卡卡怪怪的话呢 你都可以试着补充看看我们的螺旋枣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成分 你吃了就知道 好 那除了螺旋枣之外的话呢 我们的保健食品非常的多 那刚好我以前是医事人员 所以我想跟大家架构一个概念就是 其实保健食品啊 没有所谓的标准吃法 像我今年18岁 嗯 明显在说谎嘛 对 20岁 20岁 对 这么年轻有没有 皮肤又这么好 所以我大概就是黑蒙因一天两包当保养 益生菌一天两包保养 然后凤凌消毒一天一包 然后益生菌啊两包 然后螺旋枣一天两颗 因为三层老是在外 然后很爱滑手居睡 也有吃鱼油跟叶黄素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剂量 来做一个保养 可是今天有一个人好辛苦 早上六点半就起床 从台北出发 还要拉车下来 然后很累 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 对 不是我吗 对 好啦 不那个就对 好 我这样讲说今天是不是特别的劳累嘛 所以今天的我的 这个作息就跟平常的我不太一样了 所以比较劳累 所以我今天呢 刚才上台之前 在台下我就直接六包黑毛饮喝了在上 为什么呢 我如果没有喝六包黑毛饮 没有吃六颗鱼油的话 像台上讲话会断片 会胡言乱语 对 所以是为了对大家负责 那另外的话像压力很大的话 迷力也会低下啊 然后我也会肚子痛啊 因为紧张就会肚子痛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六包益生菌 不然我可能现在就去找马桶了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 所以其实保健食品吃的这个剂量 是随着你日常生活中的饮食 的作息来做一个调整 平常保养就是几包 那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 很劳累 很疲倦 没睡好啊 压力大 你就可以着量的调整增加 然后如果说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你就是又再调整就好 所以可以吃的非常的弹性的 没有说限制说 你就是固定一天两颗 你就是固定一天三颗 不用这样 你可以做调整的 好 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呢 我也非常想要分享爱多美的这个 美法系列的商品 因为其实我当时啊 使用到爱多美的美法系列的商品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那第一个喜欢的就是爱多美的 核手屋洗发露 我喜欢叫它核手屋的洗发露 因为一挤出来在手上是黑色的 那有个人就喜欢中草药 喜欢精油 就是比较老派的 那中草药都觉得很香 那洗在头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好浓郁哦 好像在头皮在吃中草药 就像在吃黑蒙蜜的概念哦 那你不用担心 如果有些人不喜欢中草药 你不用担心冲完之后 那中草药的味道都淡了 几乎都不会有中草药的一个味道 可是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啊 洗完之后 我的头皮会呼吸 我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非常的捧松 不会塌塌的 那再来就是啊 我长期使用爱多美的核手屋洗发露之后啊 发生一件事 发质变得太好 好到怎么样呢 像我几乎都短头发嘛 所以常常就是要写个申请书的时候 头发一折到你会把它 会把它系到我的耳后 可是常常就是 系到耳后的头发会这样弹出来耶 什么不相信 但这是真的 对所以 光是一瓶核手屋洗发乳 可以让我有这样子很神奇的一个见证 而且像是我以前也是 随便我用的橡皮筋什么 绑个头发 吃便当的橡皮筋就绑个头发 动作上那种吃便当的橡皮筋 不是都会吃头发吗 对不对 可是吃便当的橡皮筋 把我的头发 还会滑下来 好 所以核手屋洗发乳 是一个非常一个厉害的一个产品 那因为我自己多少有懒烫的习惯 对太嗨了 你看我这胡言乱语了 六克鱼也不够 所以呢 除了核手屋洗发乳之外 而且其实中常法的人 也会建议说 你要搭配我们的润发乳 那润发乳的话呢 可以把你的这个洗 洗完头发之后 你的毛泥片打开了嘛 再把它关起来 合起来 顺法的一个动作 那我建议大家 每天 每次洗完头之后 都一定要搭配润发乳 那每个礼拜至少 要使用两次的护发霜 护发霜就是头发的精华液 头发的营养霜 一条两百块的那个 那那个头发的精华液 有多厉害呢 因为我一个会员 他是新娘秘书 他染过将近 各式各样的颜色的头发 红色啊 亚麻绿啊 紫色绿色等等 这些所有颜色 他都黄色 白色 他全部都染过 所以然后后来 他头发已经有点挂了 爆笑了 所以他的头发怎么样 他是长头发 所以他长头发这样拉起来 他就把他抓起来 通常马尾不是会这样垂下来吗 但应该会这样垂下来 他就把他拉起来 马尾会这样垂下来嘛 可是他这样拉起来 所以他的马尾是这样 硬的 然后我就说 哦 这样子这个 他就说 那姐姐这有得救吗 我说我不知道耶 试试看 然后他就很认真的 每天洗完头之后 后敷护发霜 后敷哦 后完敷之后 然后他因为都是水蒸气浴室嘛 他在那边等等等等等 等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等要让那个营养成分吸收进去 然后再把他冲掉 再用润发露 把他润过之后 大概很这样认真 用了一个月之后 他就说 打电话来 开私讯 就说你看 这样子的 看得懂什么意思 活过来了耶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他原本要去 准备把他头发给剪掉 而且他真的非常有实验的精神 他在台中 风乐公园 那个公园风很大 放风筝的一个地方 骑脚踏车 然后故意不绑头发 因为头发不是 垂肝跟小薄啊吗 不是会很难疏离吗 那结果他回来 稍微这样用手 拨一拨 都没打结 所以光是爱多美的 和首无息发露 护发霜 跟润发露 就可以解决 各式各样这个 头发的一个问题 那后来 因为我们爱多美公司 非常贴心 有些人的这个头皮 是比较游性的 我们就推出了 夏天也非常适合 使用的这个什么 呃 凉凉的那个 头皮 舒爽洗发露 对对对对 快讲完了 我的定力也要用完了 那头皮舒爽洗发露的话呢 它非常的特别 因为味道非常的好闻 通常我们用和首物用腻啦 我们就会变心嘛 新的洗发露出来了 赶快再用用看 哇 用完之后觉得 好凉哦 好凉 那还有什么感觉 你会觉得说 你头皮 清洁得非常的彻底 那我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本身是 比较干性的头皮的话呢 你就是洗两次 都用和首物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是 比较容易出油 甚至会长一些条件啊 弄刀啊之类的 的问题 出油头皮的话呢 你可以第一次 先用洗发露 头皮舒爽洗发露 它可以帮你的头 做一个比较彻底的 清洁 但是你不能两次 都用洗发露 你第二次还是要用和首屋 因为它有营养成分 可以帮你的头皮 做一个护理 就像是你如果 只有用清洁丝建筑 可是你保护品都不擦的话 虽然把脸洗得很干净 可是你没有擦保护品 脸干干干干干 干到是会反出油 一样的概念哦 所以你如果头比较油 比较油的人的话 第一次就用洗发露 洗完之后 把它彻底清洁之后 第二次要用搭配这个 和首屋的洗发露 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用 那另外的话呢 像养发液 我也非常的喜欢 不一定是 掉发的人 其实要从你还有头发的时候 就开始要做一个保养了 在你每天洗完头之后 或者平常每次你想喷就喷 头发剥开 喷头皮 然后指腹做一个按摩 让它吸收就好 你会觉得头皮凉凉了 所以现在非常想睡 对不对 赶快喷一下那个 羊发液 你会觉得说 喔 头凉凉了 有提神的一个效果 好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可以跟大家介绍的产品 真的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 那如果说大家 你对你的健康 有所追求 你的梦想 也有 还没实现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选择 谁 怎么最后这个slogan 有点 再一次你要选择谁 爱多人 对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产品介绍 谢谢大家